而最近网络上出现了这么一篇文章 是写到了台南城大医院外头 有这么一名王碑碑 他已经87岁了 却还要辛苦的出来卖豆花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不过事实上这名王碑碑家境过得去 那么也有房子住 年轻时确实是靠卖豆花 养活了5名孩子 那么因为卖了40年实在是闲不住 所以他现在是把卖豆花当成例行的运动 沿路叫喊王碑碑拖着87岁的高龄 骑着三轮车 来到城大急诊室外头的公车后车亭 东西都还没准备好 就有人排队等着买 阿碑我要买豆花 没有买豆花 就是看到有人分享 所以就想说过来 帮阿碑买一下这样子 很多民众看见 觉得王碑碑实在太辛苦 还在网络po文分享 要大家多多来捧场 但其实王碑碑家境还过得去 也有自己的房子 只是闲不住 每天挖豆花长时间拱着身子 让王碑碑有严重驼背 儿女也舍不得要她休坛休息 但其实王碑碑年轻的时候 是一名三轮车司机 却被计程车取代 老婆又担心开车危险 为了养活5个小孩 才将三轮车改造成这辆豆花车 要辛苦 辛苦也要给予养活 卖豆花一卖就是40年 最大的儿子都已经退休 连曾孙都已经出生 但只要还有人想吃 王碑碑就会一直卖 让豆花的好味道继续飘香 主持人新闻赖关张黄讯阳 台南报道